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这一节我们带您讨论一下 国际的局势现在也没有到哪里 尤其是鸿海现在大家国际都在关注 那么现在鸿海的局势是不是越演越烈了呢 为什么会这么说 纽约时报说夜门的青年运动机动性高 美军空袭之后仍保有三分之二的攻击能力 美方官员就透露了 11号跟12号以美军为首的夜门境内青年运动 叛军的空袭击毁了大概90%的设定目标 但对方用飞弹或无人机攻击红海商船的能力 还是保有三分之二这么多 那么夜门胡赛武装在靠近沙乌地边境的附近 在举行一个军事演习 夜门胡赛电视台报道 胡赛武装周六在跟沙乌地接壤的 这个萨达省举行了军事演习 之前美国跟盟国打击了胡赛在夜门境内的目标 但是报道里面说 胡赛指挥官表示 他们已经准备好参与打击 美国跟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的战斗 但是他们现在更扬言进一步攻击红海的商船 青年运动再遭美国打击 美军与安全消息管道表示 背后有伊朗撑腰的夜门民兵青年运动 扬言将进一步攻击 红海商船以报复遭到空袭之后 美方13号对青年运动展开新一波的打击 但是到底是谁扼住了全球海上的咽喉要道呢 苏伊士运河通行费是埃及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 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就说了 就2014年1月上旬的收入可以说是锐减 经济学家就预测了 红海的局势可能会蔓延到 荷姆兹海峡更广泛的中东地区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是红海贸易受阻 你可以看到荷姆兹海峡在这边 它其实是伊朗跟中东这些 中东石油输运的重要的要道 二手亚非欧的重要要道 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走廊跟能源运输道之一 处理全球大概是12%的货物运输 还有近三分之一的货柜贸易 最近的这个地方有多么重要 但是多国现在都借着中国的势力 中国船员现在成了护身符了吗 美国媒体说过近红海 多艘舱船强着注册跟中国的关系 彭博社说近来至少五艘船只 在船越红海的时候 其国际航运时的追踪讯息目的地 一栏里面附带船上 船上都是中国船员类似的备注内容 以显示这个船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有关系的 那么外长王毅出访埃及 中国埃及联合声明 关注红海跟加萨的局势 已经连续34年 大陆外长开年首访非洲 中国与埃及发表联合声明 他们密切关注红海的事态发展 也对地区的冲突扩大表示严正的关注 只不过中国的外交 是不是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局面了呢 因为刘建超最近访美 会晤拜登的政府官员 还要按工商界的人事交流 他带领的中共代表团 他们去访问美国 分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还有美国金融工商智库媒体界的人事 来交流出席专题座谈 而其中中联部长刘建超 甚至被问到了 到底这个熊猫什么时候回来 他是怎么回应的呢 我们一起带你看看这段画面 直接就问这熊猫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那当然你说这是取决于你们 但是在这个台湾大选 这样子的敏感时刻 这一个刘建超旁去访美国 所以传出他很有可能 是不是要来接任王毅 来当外交部长 因为毕竟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他当然也是年龄比较高一点 但据分析刘建超这一次的行动 显示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的信任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曾被视为救火队长的他 很快就会取代回国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毅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 目前红海整个局势好像已经越来越复杂了 我觉得红海就是美国有点举棋不定 就他一方面受到压力 觉得不去教训一下也不行 可是这个地方你光是用空袭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逼他离开海岸线 那你就必须要出动地面部队 那美国不愿意出动地面部队 他认为出动地面部队就是扩大战争的范围 所以美国现在对外都一直重复在讲他不会出动地面部队 那你竟然不是让胡赛武装更吃定了 你了不起就是炸一炸 反正他去游击队 等你走了他就再出来 因为他用的是一个轻薄短小的骚扰方式 火箭弹 无人机 要么就小艇出去攻击你 那你经过红海道 苏伊士运河 有很多船是天然气船 能源船 谁敢冒这种险 所以你这样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卡在 他有很大的正当性 因为他说 他是因为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 非人道处理 所以我要相应要表达我的抗议 所以他在整个穆斯林世界 是得到很大的道义支持 因为这个就联动到以色列在加沙 南加沙战争一直不结束 然后有那么多的包勒斯人赖民 已经被挤到埃及的边境上 我听说已经有上百万人 每天水 粮食的排队 洗澡的排队 上厕所的排队 生活极端的困难 国际都不理 所以胡赛武装变成他这样的行动 因为他联动到这件事 所以就使得他不会缺少经济资源 也不会缺少军事资源 他不用担心 一定会有穆斯林的兄弟给他钱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事情恐怕 连埃及也不好很用力处理 因为埃及自己也是穆斯林 不过他是最大的受害者 因为他就是掌握苏伊斯运河 可是这个问题我认为就变得很难解 就是你美国又不下决心 做有效的地面攻 地面部队的倾角 然后加沙战争 你也管不动以色列 所以你这个当老大的国家 就是一个无能 以色列加沙战争也处理不了 然后也不愿意用地面部队 他就整天希望用外交来处理 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做 就是你一旦 你一定要处理以色列的加沙问题 不然这个问题我认为很难有解 不然你就是军事全面介入 目前英国也是跟着美国 在那边跟进 我是觉得相当难 这是一个僵局 刘建超我是认为是 因为拜席会是11月14号 距离现在大概接近两个月 所以刘建超比较像是去 重申一下中国大陆的立场 再去review一下 说我们主席讲过这些话 希望能够落实 大概是这样 刚好通到台湾大选 所以当然他也表达了 期待美国对台湾大选应该要注意 哪些事 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对美国一种考验 所以代表团今天现在正在拜访中 看会有什么结果 我认为他应该是要来 跟赖金德讲说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听得清清楚 可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可是我看到一个报导 他也说赖金德会听你的吗 他也在玩这个 所以很难说 那杰大使你怎么看 现在在鸿海很多商船 都打着中国的名号 要跟中国有连结 您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越是美国 在这些阿拉伯地区 采取军事手段 这些国家会越倾向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在那边 大概从来没有用过武 没有军事行动 这几年的这些一带一路 在这些地方的基础建设 也让很多有些国家受贿 那再加上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就是说 要说这是中国商船 因为胡塞已经讲明了 中国船不攻击 对 是中国船就不攻击 那并不是说胡塞组织 对于这个鸿海 通过鸿海船租 是无差别打击 它基本上它有认证的过程 而且它可以掌握每一艘船 它的动向跟它的载货 现在在国际的航运里面 这些资料都是公开的 你如果它基本上 它的打击是跟以色列关联的 这艘船 这些船 那当然就是说 有些船 我上次看就是说 丹麦的船被打 是因为那时候就 鸿海的胡塞组织 它是说跟他们认证的过程中 对方合作程度不高 所以并不是像西方媒体讲说 它是一种无差别攻击 或者是一种过当比例的报复 那它是很有选择性 所以像西班牙 像法国 它就没有加入 不加入原因 它也是为自己打算盘 搞不好它也知道 胡塞跟他讲好 西班牙船我不会攻击 只要你不要跑到 跑到这个以色列的港口 你不是替以色列运捕的 它都不会去打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变成就是说 很多国家现在对美国的军事手段 有一点担忧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打下去的话 红海这个航道的话 恢复起来更麻烦 对 因为胡塞它就会加强打击 你美国这种打击方法的话 你只会让胡塞更激烈的打 美国出动大军有什么用 阿富汗它打了十年 它最后怎么样 惨败而走 你要打 你要在人的国家上 你要制服一个敌人的话 我跟你讲 只有以色列那种打法 才会见到一点成效 可是以色列这种打法 它是把国际社会当作东色龙子跟虾子 对不对 所以南非就出来去告它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你美国能够派地面部队进入 进入这个野门吗 又不行 可是你这个军事行动 你看到吗 现在百分之二三分之二的攻击率都才在 它一定加强攻击 所以很多船公司不见得喜欢它这样做法 就跟林静怡一样 中国大陆进这个 进这个四家 你不要缓过去骂人家 使我们四家农处境更惨 那故意是要帮到忙的 那老师你怎么看 这个刘正超有可能接下一任的中国外交部长吗 当然是有各种可能性 对 不过我觉得大陆这次很有趣 因为美国 尤其是民主党的美国政府 故意把中国大陆分成中国跟中国共产党 那中国大陆这次就特别派共产党的对外联络部的部长 中联部的部长去你美国来跟你穿梭 接触了工商界智库还有政界的人物 那也就是说你美国政府必须要去接待一个 你一直在攻击的一个共产党的这个很重要的外交的主管 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那你可以看到布林凯还特别赶回来跟他谈 然后他接受 而且他还上电视接受访问 而且影响力很大 为什么 因为纽约时报都不得不说中国的软实力 在很多地方已经跟美国是一比一了 过去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是比较大 现在中国大陆在非洲的影响力 60对61 而且中国还超前一 然后他又谈到了 纽约时报又谈到一个 说你知道中国软实力的最大表现在哪里吗 他说熊猫 他说熊猫要回中国的时候 这个事情竟然都是几乎各大包的头版 压掉了当时美国的所有的主流的政治新闻 这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 在美国跟他们的政界的人物的想法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 主持人特别在问他 小猫什么时候回来 这代表什么 他也感受到美国人民他们的这种态度 美国人民态度就是政客是政客 人民是人民 我觉得有在区别 那刘建超如果说他接外交部部长的话 因为他过去是担任过反腐的这个主要的重要的 而且他有地方的经历 他是很特殊的一个外交官 他并不是一直都是在外交界里面 他有到浙江省 当过这个监委的纪委的这个书记 所以他本身是在习近平的信任度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其实接下来如果要接的话 应该是完全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没有问题 他的外交资历跟他的经历 我们刚刚前面有讲 例如说他最早的时候 他是留学英国 纽津大学 然后在年轻的外交官 应该是三密还二密的时候 是在英国 后来才派到亚洲来 他英文讲得很好 对 英文讲得很好 所以也算是英将这个部分 他住过住印尼跟菲律宾的大使 他有两个人大使 所以他有外交部的经验 然后而且他本身也当过外事办副主任 所以他等于是很早就参与 非常重要的外交安全的这个基础 对的 所以他其实经历是相当的完整 所以不二人选